無論如何都好過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趙嘉賢 趙嘉賢 我已經講過了 他的策略很簡單 其實他不需要講什麼策略 我都說你怎樣去說自己 他現在不是說無罪 他不是一個無罪的自便 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恐慌證人 其實污點證人 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有罪的 你有份的 但是你看到趙嘉賢 他計算得很盡 就是他 他是一點都不想輸 哪怕是他以前作為民主派 講過對抗暴政他都不敢認 這個太over了 他的狀況等於我們看籃球 看足球也好 那些沽寒波 想著所有的東西在控制範圍 自己控制那個波 但是沒有想到被人摺兩摺 也都可以叫做是老鬼波 就是老鬼波也是這樣 他現在對抗暴政之前 其實他都在法庭上 就被人質疑過 對抗暴政這個字眼 你又推銷自己民主派 溫和派 傳統民主派 你現在看到 歐樂軒也好 趙嘉賢也好 其實現在你要救人 所謂救人 其實是很殘忍的 你嘗試去救一些傳統民主派 例如黃碧雲 高魯廷這些 但同時間 你就要 將他們和 那些激進派 那些本土抗爭派 他們現在這樣說 就要這樣對立起來 好了 你這樣做的時候 沒錯 你是可能 你爭取到 傳統民主派的減應 但是你同時間 你是遺棄了 當時最受歡迎 或者最多票數的 這些本土抗爭派 我們經常說 這個叫政治案件 政治案件 我們是要寫在歷史裏面 當然 你現在所謂救 你可能救他兩年 三年 四年 這是年期問題 當然 你是當事人 你自己都會覺得很慘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 譬如好像 最硬正的 何桂南 他們豁出去了 他們不認罪 但是不認罪 他會不會好像 趙家賢這樣 講到自己一塵不厭 一些反共的思想 這些 骯髒的思想 都不會有 沒有的 例如我們說 摩哥 摩哥的狀態很差 但是他堅持一件事 無罪可應 因為他說法很簡單 這是選舉 campaign 選舉 campaign 怎麼會跟這個 顛覆國家政權有關係 本身 你既然說不認罪 你覺得你是真心需要去解釋的話 其實你從這個方向 我覺得反而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 趙家賢和何桂南 那個對比很有趣 趙家賢 他是認罪 但是他做了污點證人 但是現在他是極力 要去把自己描繪得一塵不厭 我是不是很看過 戴耀廷的《攬炒十部》曲 我也是傳統民主派出身 我以前是專門做和事佬 我是一個專業的調解員 那些東西是黎敬輝寫的 是的 就算在我facebook 出自我facebook的東西 嘩 那些什麼對抗暴徵 全部不關我的事 那些是黎敬輝寫的 即是他職員寫的 是嗎 你講到自己出於泥不厭 但是 另一個是何桂南 何桂南 就是一個不認罪的人 但是他不認罪 但是他沒有否認過過 過往在Facebook裡面寫過的事實 即是Facebook裡面寫過的事實 他講到抗爭的說話 每一句 我們暫時見不到他自便 因為還未到他出場 因為 現在你都是控方證人 證人出場的事段 之後去到 辯方 十六個辯方 這真是有排崗的 你去到那時候 你怎樣證明自己沒有罪的時候 那其實是一個最大的 民主派內部的分化 絕對有機會 因為有幾個不同的人 起碼有兩批人 一批就是被捕式的人 一批就是不被捕式的人 被捕式的人 通常都覺得自己 起碼律師跟他說 我是有勝算的 我是可以證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那怎樣證明自己是清白 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是清白 就是你在國安法治下 證明自己是清白 就是你明明有說的話 你都說沒有說 就是你反共的 哪怕少許反共的心思都沒有 就好像現在趙家賢的自便 趙家賢是認罪的 你用不需要說到自己一塵畢業 不需要的 你看到今天很好笑的 就是譬如 就是說 他在法庭裏面 就是他被人咬了耳朵 陳真咬了耳朵 期間 所出的任何對抗暴政 這些帖子 就說我完全沒有看過 我哪個可能看 我正在睡在醫院 是的 他說他自己正在睡在醫院期間 他的臉書 就出了很多帖 那些帖子 其實他都是用 hashtag 去寫的 就是譬如 哪些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有cap出來的 這個是 這個帖子 一國兩制 就是名存實望 基本法23條 必須本地立法 其實不應該立法 不過他這樣說 好像是比較溫和 中共透過港區人大 提出附件三 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 港版國安法 貫徹中共 是法律無物 長期抗爭 無亡初心 這些不是他寫的 接著 這個帖子 有很多保皇黨建制人士 經常以自身有英國專業資格為傲 但又要緊跟中共反殖原則以便拿著素 這個反帝反殖的港共政府 又引用國籍民地時代過時的法例 50年內沒有引用過 我想知道這群人有什麼反應 自己unfriend我 又說PK等 報私仇 又說香港正式進入戰爭狀態 抗爭沒有退路 香港人反抗 還要覺得火山爆發 那時候他分享立場新聞 鄭麗瓊被人告煽動罪 因為他起大 然後何桂蘭的律師 Travel Bell 分享你的帖文 他說 你的帖文 你出帖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抗爭派一樣 陳慶偉說 你辯方想問些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不像他想說自己那麼溫和 然後陳慶偉說 這個是趙家賢個人的Facebook 你可以發表他想表達的政見 李慶偉就在旁邊打叉 你辯方現在的問題 是不是你裝得那麼溫和 You are not moderating as you pretend to be 這個時候 黃之鋒大笑 陳慶偉就發功了 陳慶偉就發功了 他就說 就你趙家賢個人來說 不是民主動力 你是不是非常激進 那就是 知鋒哥 黃家賢 李懸家衛 吳敏儀 那些在大笑 然後陳慶偉又問 我看你的Facebook 我從你的Facebook看起來 趙家賢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你自己所說的話 這個時候 朱凱迪說 又找他 又LUTLINE 即是黎經輝 又找他來做擋箭牌 趙家賢看著 電腦屏幕 20秒 低頭思考 然後他突然說 不行 我回應法官閣下 其實我也不記得有這樣的姿勢 這個時候裝失憶 你知道 人一射搏的時候 兩招 要不就是失憶 法庭上 就不能玩白卡 最多只能玩失憶 李懸騰就問他 就我看起來 這句說話 真是一針見血 令到趙家賢崩潰 就我看起來 你是本土抗爭派 你有什麼回應 一句說話 這樣捅破他 然後 每個人都在狂笑 何桂南 一邊笑 一邊就舉起交叉手勢 他就說 不是 我幫他回答 他不是抗爭派 黃之鋒 袁家衛 吳敏 譚海邦 一邊騎一邊笑 趙家賢就說 你看看他們的反應 他們反應這麼詫異 我自己都覺得很詫異 這樣也可以 人家這樣狂笑 是笑你 那時候你說的說話 你現在扮失憶 那些氣屎 你竟然這樣也可以打蛇除君相 就說大家都覺得詫異 我都覺得很詫異 所以林卓廷身為黨友 都頂他不信 不是吧 不是吧 趙家賢繼續說 法官閣下 我在回想 他的解釋 是不是 可能有些人有益 一有益 有情緒 當時政局的情緒 是躁動的 是啊 很躁動的 陳詠惠指著 你那個帖子 你不只是覺得躁動 你還覺得盛路 是不是火山爆發 你覺得盛路 你很憤怒啊 趙家賢 你當時覺得盛路 你的貼文 你是不是說 這個貼文 並不是你原本的性格 你猜你是什麼 綠色的巨人 叫什麼 變形合衣 你是不是說 你自己是變形合衣 趙家賢又說 我記得我個人的Facebook帳 只是局限於朋友的連結 才能看到 又在那裏作故事 又在那裏卸博 又在那裏卸博 但是余慧明 但是林卓廷就頂不住了 身為黨友 又第二次 你地球鋪射的 看看是不是 但是真的地球鋪射的 如果不是這樣 沒有理由現在看到 是吧 沒有理由 這個讀媒都可以看到 那又在那裏笑 一個二個在那裏笑 你說 那是不是你們的內部圈子 In a circle 才能看到 然後 這個 何桂蘭的律師 感覺到他 是不是想幫他打完場 陳慶偉 他說 不要再說下去 我雖然不是專家 但是這個貼文有標記 是公開貼文 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那裏大笑 陳慶偉 想幫你也幫不了 你有沒有回應 或是你想先吃個飯 吃個好飯 看看之後有沒有 才能想不想得出 然後照嘉賢最後說 其實我沒有碰的 電話很久 大哥 你還想怎樣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還想自己 找回舖子 自己辯解 刪除它 當然 刪除它 就沒有了 太遲了 被人截圖了 然後 這個 Trival Bell 有人說 對抗暴政 和光復議會 都是趙嘉賢 和民主動力的立場 政治立場 趙嘉賢就說 不同意了 之後 吃完飯回來 是怎樣的 吃完飯回來 就是下半場 他自己主動解釋 回應法官閣下 因為我當時 我當時的腦子 思考 只是 就是 就在法庭處理的 案情資料 包括民主動力的 Facebook 我的腦子 只是思考這件事 我確認 我確認 剛才我說的 是我的Facebook帳 你不可以否認 如果連這一點都否認 你說的太假 就完全沒有可信性 其實法庭上 不是說你不認 就沒有 但是問題在於 如果大家都公認 是事實的 你都不敢認 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 控方證人 你說話的可信性 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 如果你 最後 你作為控方證人 你是幫倒忙 你幫不了控方 你幫不了這個律政司 去進入這47人的話 你就是叫做幫倒忙 幫倒忙 那會怎樣 加拿你認 不是加拿你認 那你就任由你 法官自己判 不會幫你撤控 因為 我猜 我猜 趙家賢 其實你已經跟控方做了交易 是甚麼呢 我覺得 你不要在這裏耍 如果你耍耍耍的話 我由得法官怎樣判 他怎樣判 你就怎樣判 但是 如果我讓你做到事的話 必要時我幫你撤控 我覺得 這是以結果為目標 你明白嗎 所以為何趙家賢這麼緊張 他自己 他自己也要揣摩一套策略 是必勝的策略 不僅是會讓自己 甚至乎會讓自己 他自己作為控方證人 他本身的可靠性 說話 他要幫到政府 這些就是 混蛋的二五仔 是不是 我想是這樣 我猜 有沒有一些 很感謝 Alice 和CN 很久沒有課金 謝謝 然後 他又說 我剛才確認的Facebook帳 但是辯方律師所展示給我看的兩個貼文 我真的完全看完之後都沒有印象 他依然做失憶派 打失憶派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還是不懂得回答 因為我本身的腦的記憶 就是用在案情本身的資料當中 所以 經過稍作私休息之後 我回想 為何會有自己這樣的帖文出來 這個問題 你怎樣去拆 為何會打失憶派 你怎樣會打失憶派 你明明出過的 正正就是因為 你自圓其說不到 你自圓其說不到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說失憶 如果你自圓其說不到的時候 你就說失憶 你上意識和下意識就不同了 一個人怎樣去斷片 有時候如果你說心理學的話 斷片就是因為你受了一些刺激 你自己都不能夠正面面對的刺激 等於是跳表屎 在這個低俗喜劇裡面 杜汶炸被迫 真是屌女生 為什麼他之後想不起 有沒有戴套也不記得 是要別人提起他 裡面的林雪說 你怎麼這麼骯髒的 你竟然不戴套 趙家賢就說 你想想 其實他自己在法庭裡面的策略 他的劇本 就說他的劇本是怎樣 他的主線的劇本就是怎樣 第一 我很清白的 我很多東西都是被戴耀廷擺上台的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很理性的民主派 我不會對中共有反義的 我又不說抗爭的 我又不會說要對抗暴政的 這些我不會寫的 有寫的都是別人冤枉的 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取信於人 你民主派 你多溫華都會有一個極限 是不是 這些是你說過的 但是你不記得自己沒有說過 因為現在你在法庭上的劇本 你組成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組成不了 你不能夠自圓其說 所以你就只能夠選擇自己斷片 你說為什麼腦子 用在案情本身的資料上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就是Sleep of a Tongue 用在案情本身的資料 即是他本身的劇本 是如何是溫和的 我本身的劇情的資料 是我的角色 我是一個溫和的角色 我不是抗爭派 我很討厭本土抗爭派 我和戴耀廷不是朋友 甚至乎我很討厭他的 壓抑 我壓抑我的情緒 我不去公開屌察他的 他的劇本是這樣 但是原來他的劇本不是這樣 現在看完之後 你自己出的post 自己主動發的 你可不可以說你自己出過這樣的post 是你收了錢的職員幫你做的 這個是個人的帳戶 不能這樣說的 你在民主動力裡面 你在page就說 是不是 你page很多admin 你可以推的 這些post 是自發的 你怎樣自圓 其實你講不到 你講不到 現在緊張了 就開始賴屎了 那我交不了 如果去到最後 十六個變方 你慢慢受 十六個變方 不停在找我以前出過的post 找我以前說的話 然後質疑我的時候 我現在這種自變策略還夠不夠呢 其實他現在漸漸就崩潰了 而現在呢 他被這些變方 這樣的圍攻 其實只是剛剛開始的 他設計一套自變策略 這個故事 完全不夠用 千瘡百孔 如果你要make sense 你首先要make sense 你要前言對後語才行 你要coherent 那你怎樣呢 你有一些事情 應該認就要認 你不可以脫離原本太多 等於你對著女兒 你想追求她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的 他會塑造一個形象出來 那個形象 我不叫雞 我不賭 我嫖到飲難吹的 那些全部不做的 我是很乖的 我是很專一的 但是這女兒呢 她會認識你之後 她會看你Facebook 是呀 查你IG 是呀 查你IG 你以前說的話 你不可以假裝不知道 你追求那麼多美女兒 是呀 不知為什麼我還見你 有時候也會跟她回 你又說你自己是清心寡欲的 你不拜那些花巧 花枝招展的那些女孩 是呀 你又說那些女孩發孝的 是呀 你不重視這件事 是呀 你一個人 如果你說要見公 或者你是追求女 別人完全不認識你 你就開始 你就要自己做一個形象出來 你去銷售 但是你銷售這件事 有時候那些人不需要完美的 你越完美就越假 有時候是 趙家賢現在就是那種完美的假 大問題是她還要做得低手 如果不是為什麼 我們昨天都已經說 你也解釋過 Traver Bell 她嘗試去問 大耀廷和趙家賢之間的關係 就是問中間究竟有沒有私怨的問題 趙家賢應該要感受到 其實何桂南或者他們的 辯方的律師團隊是嘗試 利用她對大耀廷的不滿 去攻擊她的可信性 昨天就已經說了很多 今天就直接拿了她私人的Facebook出來 如果你真的聰明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刪除帖子呢 然後她又沒有的 這些就是反映到 這件事一二貫之 她是民主動力掌握初選的資料 沒有刪除 連他Facebook也沒有刪除 這個人的昂糕是貫徹子中的 這個人是 可以解釋的就是這樣 另外 你看看她怎樣解釋下去 她就說 那時候很成老 怎樣成老 她就說 因為回想 現在回想起上來 我的Facebook的帳戶 除了私人自己用之外 我作為議員 我都會有時候 認識一些區內的居民 都會加做朋友 尤其當她的街坊局 2018年的時候 被加進了太古城康二 和康山居民 那個叫太古人太古時 的Facebook圖裏面 有時候都會交流 但是她其後又發現 我經常被一些很心黃 或者是很本土意識的居民 就越來越有 一些不禮貌 或者是網上bullying的情況 被人bullying 不要玩 那個年代 如果你不 其實心黃的人 才容易跟你交朋友 我又覺得 這個又是另一個假 如果 你作為地頭蟲 你自己的居民 即是你那些街坊 都bullying你 怎會選你做立區議員 對 一個這麼討厭 不受歡迎 經常被你去bullying 一個這樣的人 去選擇區議員 怎會有票 這個又是非常假的 這個又是說不到 這個又是 難道我 我真的選了區議員 回來 誰好欺負我就選了他做區議員 不會 很難說 不要開玩笑 大陸 如果你好欺負的話 你都會被其他保皇黨欺負 傲膠 2018年 那時候大家都精銳進出的 沒什麼說的 天華說得對 你現在燒到街坊 你之後都更大 如果你回去的話 你是搭電梯都抬不起頭 趙家賢 你怎樣抬起頭 看街坊 你是連出出入入 看著保安 你要被人瞄 我想你自己回到太古城 保安都廢人事跟你說恭喜發財 新年流流的時候 到這個狀況就 去到這個狀況就 真的 你想想一個人 你去到現在這樣 你不止否定戴耀廷 戴耀廷不是你自己口頭否認就否認到 你只會證明了你人格的卑賤 其實是 我自己 你說作為我們自己走了的人 我們都對 樓下來的人 甚至乎現在的被告 我們都是非常同情的 但好像他這隻 我真的抱歉 我真的同情不起 其實是 所以何俊仁 被捕都要 自保沒有問題 但要對得著良心 這句真是 至你明言 你怎麼說呢 因為他當時被人欺凌 在太古站 即是8月11日 在太古站追捕抗爭者的時候 警察在太古站追捕抗爭者的時候 又射胡椒噴彈 又見到站裡面有多人 又指示他們 某個出口疏散 即是他叫 這裏沒有煙 這裏可以上去 這裏可以救命 逃生門來的 但是 他說完這些話之後 竟然在網上 在太古人太古市的群組裏面 有些深黃居民 就在那裏罵他 他說他 就好叫人上地面 被警察抓 就說他送人頭 那 是不是這麼冤枉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這個說法我第一次聽 這個就是 即是這樣說 你上到去 被警察爆炒 其實各區區都有 各個都試過 很坦白 但你不會怨區議員 那區議員 他平時出出入入 他了解那些 孔孔那那就是 告訴你 有這些地方 但是事實上 那些抗爭者 示威者 在太古站上面 上了地面 自己繼續 在電車站裡面 堵路 那十分鐘 十五分鐘之後 那些警察就在現場 執法 這個正仆街 即是 人家 我想 其實現在 即是 他說那些抗爭者 就自己拿來的 人家就說 你好點條黑路他們走 點條黑路他們避 搞到他們 就是送人頭 搞到他們就被捕 但是 你現在就賴回他們 他們為什麼被捕 因為他們自己倒落 他們自己拿來自己抵死 意思就是這樣 即是你現在 他們這些街坊 這些街坊都不是 四十七人裏面 任何一個人 你說話 不用這麼賤 趙家賢 除非這樣 他真的打算在太古消失 他真的打算在太古消失 完了之後 他就不再存在香港 你走到哪裏 你走到哪裏 你進去到 這個 任何香港人勸子 那裏 見到你的耳朵包住了 已經知道 你這個咖啡杯 那些什麼 說那些什麼 然後 李運騰就在那裏說 不是我不尊重你 其實他看不起他 但你可不可以 用一些關鍵詞 去總結 即是說 你一講一些話 跟案情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你說的那些話 真是純粹私怨 就說你自己怎麼這麼大火氣 怎麼這麼大怨氣 怎麼這麼大情緒爆發 其實就是這樣 你說很多話 你之前掩飾 自己為什麼會出了這樣的emoji 怎麼會出了這樣的火山爆發的情緒出來 然後就說 抗爭沒有退路 香港人反抗 你是不是煽滑 其實是 你被人捉到一個這樣的鋪 其實你就等於煽滑過了 其實是 那你現在又裝傻 你又裝失憶 然後就說你自己無辜 其實你大概意思就是說 我不記得這些東西 將我責任再推到街坊 即是我上意識 我就不同意我現在講這些說話 就算有的話 我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麼 是被街坊欺凌 我被街坊老屈 被深黃街坊老屈 所以我才寫一些 這麼大易不道的說話出來 是不是 這個又講不講得通 你又是按鈎的 即是我說 你現在很怨 那些深黃居民老屈你 但是 你竟然你自己會說 香港人反抗 這個問題 講到尾 就是你為了 去到重新 駁回這個故事 你再燒到街坊那裡 其實你 我是個官 我已經可以全部 將你所有的口供作廢 其實是 作廢的 然後 李韻騰就說 我們對這件事 不敢興趣 你不要說這麼多 現在你只是想為自己去 講一個比較好的理由去爭脫 那你是不是想表達你的Facebook 給別人的Head 就是學梁振英 那樣 麻煩你快點 然後他就說 盡快盡快 知道盡快 自此之後 他就請了一個太古城的居民 是價值觀相對比較本土的 21歲的大學畢業生 就做他的Facebook 這個是私人的Facebook 都管了嗎 不可能的 這個時候 被告又驚訝 嘩 嘩 又不是他 然後 陳慶偉 但他意思就是簡而言之 趙家賢你說的這句說話 你說的這個鐵文 你說的 你請的 你請的 你請的人 就是鐵文的作者 不是你的意思 應該是 因為兩個鐵文 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 我覺得這個純粹是好笑 是吧 但anyway 你最後什麼 就說請原諒我 所以鐵文就覺得 成佬 提及成佬 你就是說 不是你真實的感受 而是你助理的感受 究竟他搞不搞清楚 自己在說什麼 你說民主動力的Page 全部都是黎敬輝的 我是個官 你說是不是就是 沒得說 但問題是 那些私人的Facebook Page 人家 為何要特意提出來的原因 就是 喂大哥 這個是你自己 地球post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assess到 也就是說 你是想別人知道 當時你的感受是怎樣 就是啊 而你去否認 你當時的感受 而且還要說 其他人用了 你請個人回來 去幫你表達你的感受 OK 就算你這個都說得通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喂 那其實 好